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教大家怎么把沼泽的教徒卡成35级的小怪 当然啦,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后面小强会教大家一个打Boss的技巧 即使小伙伴们用AK或者捷舞都轻松刷过去 如果感兴趣的话记得把视频看到最后哦 可以看到我们从左边的石头是可以轻松卡出来的 但前提是得有一个队友在外面等着 不然的话这种方法是完全行不通的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们只要一直清怪就好 我们打完这条小被笼就可以回去了 那咱们毕竟是第一次打不太放心 也是打算多开点震报档再回去召唤神秘人 好的,都收集的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卡托回去吧 重点来了,小伙伴们千万不要漏了最后一步 我们得在右边的桥上放一个柵囊 如果忘了这一步的话 我们之前所做的事就完全白费了 好的,这样开打的话就轻松很多了 现在前面的光响基本就只剩几只零散的小怪 清理奇牙的话是非常轻松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途会刷新界爆领虫 小伙伴们最好两个一起走这样能互相帮忙 打三个大教徒也是有小技巧的 我们只要在这个石堆上放一个弹药箱 这样就能把他们卡得死死的 小伙伴们,你们看,只有一个用弓箭的能稍微消耗一下 其他两个根本打不到我们 刷起来真是非常带劲啦 这些大教徒就跟个火把子一样 动动不带动的 想当初小翔刷他们得多费劲啊 东斗斗,西牛牛的就为了避开他们换的陷阱 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张双输出轻松毕掉他们 最后一关打Boss的话也是有一小技巧的 之前我们收集的震报档就是为了破他们这个屏障 这可比我们用刀砍要快多了 小伙伴们觉得很奇怪吧? 不是说用95AK都可以刷过去吗? 难道就靠震报档来打吗? 这当然不是啊 要是靠震报档能解决的话 那这Boss也开水了吧 我们这个技巧就是把Boss引到铁网这边了 然后我们一直往里走到这个小空间就可以尽情刷它了 唯一要注意的是就是不要踩到地上的绿带 不长的话Boss是卡不住的 怎么样这技巧是不是特别实用呢? Boss卡在这里的话他也是不能用屏障的 他最恶心的就是这个技能了 只要飞掉那一切就简单多了 剩下不过就是一个雪雕比较厚的Boss而已 这边小翔也是成功灭掉它了 简直轻松加愉快啊 怎么样今天小翔家的技巧是不是特别实用呢?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播关注哦 我是小翔我们下期再见拜拜